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执法严明 不畏权贵 和六扇门九大神捕传奇里的玉面判官一模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这名号还是您起的 当时我就是一句戏言 说这话的时候旁边也没有别的人 如果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的话 那就只能是驸马本人 难道 难道 驸马现今人在钱州 还活着 我也想过这个姑娘的举动 是不是驸马受益的 不过自西南探回来的消息说 这位用驸马办过的案子编故事的巫医 一直住在钱州关岭县平乐镇 兴许是受了重伤的缘故 多年以来双腿一直不良于行 五年前离开了驻地 自那以后就下落不明了 一个不良于行的人 怎么会突然间下落不明呢 他平时在平乐镇 与人很少交往 唯一关系密切的就是楚家 楚家不知道 那就真的没人知道了 你怎么会突然间下落不明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王爷去钱州应该还有一个原因 钱州那边恐怕是出事了 冯介 刘月 卢传生 首特的公物 多少都和钱州有关联 可那言明和武器与钱州能有什么关系啊 西域草屋头 虽在多地都有生长 但各地出产的品种与毒性皆不相同 武器自尽所用的那种 金茶燕是用钱帝古法炮制的一种 严明那桩案子 还有一些鱼团未解 待我查实了再与你说 如今事事都占到了钱州 就必定不是巧合 西南那边恐怕 会有关乎社稷的大事发生 关乎社稷的事 还说了什么 这事越想越麻烦 我非去不可吗 这次西南之行 你必须得去 除了你为安郡盲犯差之外 我还有事让你去办 啊 来 王爷 你没事吧 没事 王爷 把这些人带回去 好好查验 是 想不到在这长安城里 还真的有人敢刺杀你 这才多久不见 你得罪人的本事又静静不少 时候不早了 你该去公主府 若我母亲问起来 放心吧 瞎坏我自己会编 走了 等等 你就不问我原因 从小就是听你的 我管你为什么 反正 你肯定不会坑我 王爷喜欢好看的姑娘 我就让他看到一个好看的姑娘 算投其所好了吧 我连腐坏的容貌都能修好 还修不好自己的脸吗 蜘蛛公娘 蜘蛛公娘 吴将军 有事吗 蜘蛛公娘的过所呀 我在那间客栈找到了 应该是蜘蛛公娘不小心掉落了 找到了 太好了 谢谢吴将军啊 过所我已经拿来了 那蜘蛛公娘 开开门吧 我 我那个衣服还没穿好 要不你先帮我放在门口吧 用块石头压住 我一会儿就出去拿 谢谢吴将军了 哦 对了 王爷将蜘蛛公娘 昨夜掉落在冯府的东西 也取回来了 那我一并给蜘蛛公娘放下了 真的啊 太好了 谢谢吴将军 哦 对了 吴将军 王爷看到那份验尸蛋了吗 看过了 那王爷说什么了吗 王爷说 蜘蛛公娘是一个难得的好武座 真的啊 王爷真这么说的 哎呦 那王爷的话 卑职可不敢胡编乱造 太好了 吴将军 王爷已经回来了吗 王爷 应该还在回来的路上 如果蜘蛛公娘想见王爷的话 那等王爷回来 卑职带北冲船 谢谢吴将军 谢谢吴将军 王爷 嗯 八具尸体都已经仔细排查过了 没有神测军的人 都是些脸上刺了字的死囚犯 只是尚未查出是哪个狱里逃出来的 果然是秦鸾 秦鸾 向军府揭穿处处武座的身份 煽动军府向圣上告证 阻止我调查军界死营的是 公里派去吊宴的宦官 趁夜点燃冯府灵堂 想要毁尸灭迹的是神测军 瞒过守成兵 将许如归送出城外的 也是神测军 除了秦鸾 朝中没有第二个人 可以同时使唤这两方人 所以如归楼背后的那个靠山 就是秦鸾 所以王爷料定这阉人定有不甘 索性将计就计 借瘟疫的由头 封了神测军的军营 逼秦鸾用其他事理来对付王爷 你正推测 不 我今日才向圣上秦旨 明日便动身促成 他想要动手 就只有今夜 所以仓促之下 便只能使用出 平日里难以探查的储备力量 虽然他久居深宫大内 能收买利用的人 也就只有那么几类 但是 不亲自探查清楚 我实在难以放心其成 眼下的形式 一座如龟楼还动不了青鸾的根基 是否能够找到证据 证实推测 不是最要紧的 要紧的是 我离开之后 母亲的安慰 你将这几张纸上的内容熟记于心 然后焚毁 待我启程之后 信上所述之时 你务必亲自去办 切记 慎之在身 所得消息 不得经转他人之手 你必须 直接传输于我 王爷 此去西南 您不打算带上杯纸 您这让杯纸怎么放心 那西南不是长安的王爷 您还要带上 那个浑身都是疑点的楚楚 她今晚 可有可疑的行动 倒是没有 楚姑娘 用完晚饭之后 就一直待在六套院的房间里没有出来 可是 可是她无论为何而来 她都对我的性命毫无兴趣 我已经给了她许多次机会 她若是冲着我的性命而来 应该早就沉不出气了 青鸾今夜复杀不成 必会再有行动 母亲那边 必得安排可靠人手 暗中护卫 此外 我离京之后 这里诸多案卷和物品 定会遭人觊遇 也需严加守卫 还有这纸上的内容 您若不留在京中 这几桩事我都放心不下 王爷放心 卑职一定处理好京中的事情 等王爷平安归来 楚楚 王爷 王爷 他这是 他看我的眼神真的不一样了 他这样子 你 他应该会喜欢吧 你这是在研究入恋 入恋 不是啊 此事岂有在自己身上试的 快去把脸洗干净 再回来说话 你说你呀 他们都说我性子急 可你这一回来 我就不是那个最急躁的了 那个孙明德是讨厌 可你向圣上讨赏 让他给你牵马到处跑 小心他报复你 他如果真的要报复 我还能怕他一个阉人不成 现在在长安 天字脚下 你自是不必担心 等明天你出了长安 可就得试试小心了 我才刚回来 我没打算要走啊 是我打算让你走的 姑母想让我去哪儿 西南乾州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呀 师父息怒 虽然这次没能一举杀了萧锦鱼 失了手 但是咱们也大大的错上了他的锐气 如何错他的锐气啊 师父明见 您说说 谁敢在皇城内明目张胆地围杀萧锦鱼啊 那要谁也不敢呢 也就是师父您啊 这是何等的威风啊 那是虽败犹荣 你是怕萧锦鱼查不到我头上是吗 你到底是跟谁学的 哎 哎 怎么蠢到如此地步啊 我是跟师父 不不不 我自己瞎琢磨的 亏了有个许如归啊 许如归 许如归 许如归都让萧锦鱼给轰到长安城外头去了 他还不如我呢 哎 是生啊 是死 就有不了他了 哎 哎 师父 那女舞座咱们怎么办 萧锦鱼看得太死 不好下手啊 一并让许如归抓了 你别跟他多说 只告诉他 务必带活的回来见我 遵命 胡江说你要见我 合适 我本来是想让你看看 我好不 我入恋的手艺好不好 你喜不喜欢 只为这个 我有一件东西想送给你 这是 这是一面镜子 你看 它一面是凸起来的 一面是凹进去的 凸起来的一面 可以把很大范围内的景象都缩小 凹进去的一面 可以把小小的室位都放大 我给它取名叫乾坤镜 乾坤镜 大剑铸平 小剑铸突 铸剑古法中 确有这么一说 你这心思倒是蹊跷 不过 你为何要送我这个 你有了乾坤镜 以后再遇到没窗户的地方 就不用进去了 只用在门口 用它 来看里面的景象 就行了 多谢 你喜欢吗 喜欢 太好了 不过 你也不用谢我 我只是出了点力 这做镜子用的勺子 还是你家的呢 我家的勺子 楚姑娘 您这是在干嘛呀 我要做面镜子 用这个做镜子 这样的镜子 三法丝一定没有 这个镜子 是用马韶做的 对了 打磨镜子 是用的石头 还是在你家后院捡的呢 楚楚 我不能入无创之地的事 还请你替我严守秘密 我知道 我绝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王爷 你要是信不过 我跟你拉钩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好了 你放心吧 今日你问武座考试的结果 我有话没说完 什么话 若按我当初 为武座临选设下的标准而言 这场临考 却无人通过 不过 眼下我需要 武座替我办的差事 与之前少有不同 可以考虑做一些调整 你可以再来试一试 真的 我可以再考一次 什么时候 在哪儿啊 我明日便启程 去乾州办案 你可愿与我一起 乾州 我想起来了 那个逃跑的掌柜就是乾州人 王爷 你是要去抓他吧 算是 你随我去乾州 我沿路考你 若你过关 我便带你回长安留用 若人不过关 也能去乾州 核查你的身份信息 如核查无误 就可为你审核定期 你与我同行 也可省去你回家途中的一印花销 你可愿意 愿意 我愿意 不过 这次 要怎么考呢 怎么 才算是过关了呢 这些借由我来决定 你只去如常表现 等待结果即可 好 我一定好好表现 来 来人哪 掌柜他 速发乾州 是 紧赶 慢赶 终于赶到了 呀 亲自来送我啊 做什么白日梦呢你 做我的 起开 姑母让我来的 何事 让我跟你去乾州 你也去啊 哎呀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跟我去乾州做什么 他能做什么 我就能做什么 胡闹 我怎么就胡闹了 我可比他懂事吧 再说 昨天晚上我都已经 怎么了 我都答应姑母了 我总不能誓言罢 你不是一向不肯踏度乾州吗 这次不一样 王爷 我觉得吧 还是让冷月跟我们一块去吧 冷月在江湖上 怎么说也吃得开 有她在 我们兴许还能少不少麻烦呢 再说了 她跟楚姑娘 两个人有个伴 还能互相照一样 是啊 楚姑娘就交给我吧 我保证照顾周全 也好 不过我有言在先 你既随我出门 就要把你那些快意恩仇的江湖习气收敛一些 一切行动皆要听我吩咐 尤其不可随便与人动手 行 保证都听你的 起程吧 你告诉我 当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些年 你到底在哪里啊 如若锦鱼真的找到你了 请你一定随她回来 你一定要随她回来 冰 钱 消息 三者一场 皆会于西南一处 臣斗胆推测 这买家所图甚大 恐危急大唐西南安定 西南 上次西南生变 还是文宗朝的事 那时 北司士大 干政乱朝 邪天子而令天下 西平的驸马萧衡 去调查贱南节度使陈英 北司就有秦乱 以凭陈英之乱 侧应萧衡为命 带着神策军去了西南 结果啊 小横一去不返 至今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事实真相如何 真也不得而知 如今 北司全是一步比往昔 内侍省 也都在朕的眼皮子底下 倒是不必 比起太深 朕整日里排步绸缪 拿捏平衡南亚于北司 所图不过是重新设计 还天下一个大唐盛世啊 陛下 您要的东西 老奴都取来了 陛下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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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点出息啊 起来 这是我朝开国名将魏国公李静用过的宝刀 你怕也是应该的 陛下 奴婢是何等的福分啊 能让当今的真龙天子 拿着世间名将的刀指上这么一回 纵然是千刀万剐 也是不枉此生啊 孙明德 你跟你师父没学会别的本事 就这张嘴 是越来越利索了 谢陛下夸奖 行了 这把留下 其他的都拿回去吧 遵命 拿着 师父 刚才可真吓死我了 我那个老天爷 您说这圣上 他这是要干嘛呀 二话不说 刷那刀可就瞪出来了 就那么直勾勾地对着土儿的鼻子尖啊 我还以为啊 我这辈子 就算是交代在这儿了 您老是教我 揣夺圣衣 揣夺圣衣 我是揣夺来揣夺去 思前想后 绞尽脑汁 我也弄不明白 您说圣上给我来这么一下子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逗你玩 啊 啊 哎哟 圣上 不会无缘无故地宣把宝盗啊 可如今 这也没有战事 他这是想干什么呢 不是 是我 陛下想干什么呢 这是 公主 此前冷月姑娘回来 您可曾问过她的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她和安俊王 这个呀 锦鱼一心扑在公务上 我还没来得及问 他们就走了 横竖小夜是跟着一起去的 说不定 两个人回来就成了 也省得我这个当娘的说多了 找他们烦 可我听说 安俊王此去西南 安俊王此去西南 还带了另外一位姑娘 那是她新招的一个武座 你总不会担心 仅于一个崇一品 一品俊王会取一个武座吧 那倒不会 王爷身份尊贵 那一个小武座 身份低微 就是给王爷做势必 那都是不合规矩的 就算王爷他有荒唐的念头 圣上也不允许啊 要我说啊 公主就该请皇上 给安俊王和冷月姑娘赐婚 他们郎才女貌 门当户对 圣上定不会反对 这一到圣旨下来 那可就是实实在在的天赐良缘 早一日有了结果 早一日安心不是啊 片日里都说我性子急 这可倒好 我还没急 你倒是先急上了 终身大事嘛 怎能不急啊 警夫人可真是操心的命 你们家警衣啊 从小就照姑娘喜欢 长安城里 多少女子倾心于她呀 我看你们警府的门槛 都快被踏破了吧 那有什么用啊 这个孩子啊 今日聊拨这个 明日聊拨那个 我看她好像对哪家姑娘 都有意思 又好像看她 对哪家姑娘 都没有意思 我问她吧 她就整天地跟我 嘻嘻哈哈的 没句正经话 回头在外面 落下个风流的名声 跟我看哪家正经姑娘 还肯嫁给她 说起这个孩子 你说她一出去 就连封家书都不知道 写回来 害得我在这儿 瞎操心 我倒是不担心警衣 吃不好 穿不好 睡得不好 她才不会亏了自己呢 我就是担心 前州那个地方 听说山匪横行 民不聊生啊 哪有那样的事 前州再远 那也是大唐的疆土 更何况 有节度使重兵铸房 西南的山匪马贼 早就温风丧胆了 远没有钱 随时那么猖獗了 再说 圣上已经准了几离 在前州境内 带兵保护他们的安全 你就不必担心了 不会有事的 夫人 夫人 你这是怎么了 夫人 夫人 真是好贵啊 夫人 你这是怎么了 夫人 夫人 你这今天是怎么了 这叫什么事啊 费力不讨好 我不干了 夫人息怒 夫人息怒 夫人 夫人 是不是没有劝动西平公主 请旨促婚呢 人家说了 她当娘的不急 就我在那瞎着急 虽说我不是公主 可我好歹也是个郡主啊 是是是 平摆地受那嫌弃 还不都是因为你啊 我 景致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说清楚 为什么要急着促成这桩婚事 我就跟你没完 夫人 夫人 夫人息怒 夫人你喝水 喝水 夫人 我先前这么做也是为了儿子好啊 夫人冰雪聪明 知道儿子心里惦记的是冷月 夫人 夫人想想 我景家五代忠良 在朝中根基深厚 而冷家呢 手握重兵 盘踞西南 一旦两家结成亲缘 这势必影响朝局啊 对我们两家而言 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 早一日断了她这个念头 早日就安生 我还是恳请夫人 醋一醋冷月的婚事 这不是我们景冷两家的事 是所有人的事 所有人 哎呀 这是我刚收到西南那边送来的消息 来 近日乾州节度使营中 与往日略有反常 冷沛山身体不如从前 每日须熏艾草 可见身体有恙 又隐瞒朝廷拒不上报 私下其练兵马 培养其下属 行事可疑 这 这冷沛山 它想干什么呀 冷沛山有意隐瞒此事 到底有何居心 眼下还不能下定端 不过 冷沛山若是一病入膏肓 未保冷是在西南的势力 恐怕 它冷沛山会有大动作 这事 冷月知道吗 不好说 这万一 不行 你得赶紧告诉咱儿子 咱们儿子天天跟在安郡王的身边 又有冷月随从 这个事情 不能从咱们景家任何人的口中说出 我 我再另想办法 夫人 切记 这件事情 丝毫不能透露出任何的风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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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观陵县先接到了 王爷 过了县界就快到我们平乐阵了 以前到我们阵都得走绳索桥 几年前周府衙门给修了座石桥 现在到我们阵上方便多了 一条绳索 怎么当桥 顺着绳子荡一段 再爬一段 以前没有这座石桥的时候 我们想出去都得这么走 就是特别危险 老爷 您吩咐给公主的香料已经送去了 一切可好 班下说公主一切都好 多谢老爷计划 他还向小人问起 老爷可能收到安郡王的什么消息 怎么 公主也没有收到安郡王的消息吗 没有 不过圣上已指令萧锦黎将军 在前周境内带兵保护安郡王的周全 想来是不会有什么差值的 西南多风雨啊 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了 时辰不早了 老爷 该进宫了 一京有炸的 真不快被吓死了 先别说话 驾 驾 此处地形复杂 不宜久留 我们快点走 安郡王急什么 长安一别 别来无恙 听闻安郡王还为徐某亲会画像 寻找徐某 真是不胜荣幸啊 徐某在此 恭候多时了 这就送安郡王上路 杀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杀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杀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臣 遗憾 没有你相伴 多远都走不散 你笑 这一秒 借我一生来守候 只为你牵挂着此生未遗留 人未了 情未了 终于为了你落脚 能借我一生来依靠 远方多此生的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